大家好 我是Micky 看過這麼多間設計單位 我認為往往最考設計師功力 就是要將一個事事正正沒甚麼特別的職 將它按照住護主的喜好和要求 發揮樓為神奇 今集我和大家參觀一個600多呎的設計單位 最大的改動就是將三間房 打通成一間大的主人套房 而設計師在佈局上都用盡了每一個空間 沒有多餘的位置剩 看完之後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講看法 有機會獲得咖啡禮犬 不經不覺日出康城已經到最後的第13期 由2005年批出第一期的發展權開始計 至今已經橫跨大約18年 是香港發展年期最長的住宅群 今次參觀的設計單位 就來自最早一期的首都 由長室和南風打頭陣發展 在2009年入伙 屋苑由5座的物業組成 每座再細分座左右兩翼 合共提供2096房 單位四號面積由517呎至840呎 涵蓋2房至4房套戶型 主打3、4房的大單位 其中3房戶就佔總貨數超過一半 3房單位是分了兩款間隔的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其實我們在去年都拍過一條在首都的室內設計片 當時的單位就屬於3房套連儲物房間隔 房間就分佈在客飯廳的左右兩邊 今次我們看的單位就是另一款間隔 沒有儲物房但都有間主人套房 3間房就分佈在走廊 客飯廳就沒有那麼多門 感覺上就好放夜些 單位上面積681呎 雙連一個大約32呎的露台 雖然好事正 但由於當年發展商的起樓模式 是採用廳大房細的格局 主人套房的闊度只有約6呎左右 所以都比較難滿足到 護主想要三邊落床的要求 考慮到單位只有護主夫婦二人居住 所以設計師就很大膽地 將3間睡房連走廊一拼打通 變成一間大的套房 單位另一個大的改動 就是將原本的緊廚變為開放式廚房 究竟出來會是怎樣呢 立即入屋看看 原關是屋主和客人一入門後 第一眼會看到的地方 所以不少人都說 原關是會定調了全屋的設計風格 這裡一進來 設計師就鋪上了淺色的布紋牆子 和用白色木紋來造陷入式的原關櫃 不相信這種簡約素藝的感覺 都會是全屋用式的主調 我很喜歡這塊鏡 因為它很大 很方便我們出門前整理易用 不過其實這塊鏡是暗藏了原機的 這裡安在烏門上面 這裡一拉開裡面是客廁 客廁不算很大 用烏門就可以增加空間的彈性 令洗手盤可以退出一點 不用靜對坐廁 又可以偷多一點點位置 做大一點的原關櫃 增加收納量 貫徹走廊的用式 客廁是白雪雪的 所以就算沒有窗 感覺都很光猛 也有國大視覺錯覺的效果 但這種白雪雪的設計 總不能夠用在全屋 所以來到客廳開放式廚房的位置 設計師都用了一些木色面 磨砂皮 和炭黑色金屬等等的物料去點綴 像是電視牆 就用到面積比較大的白色圍石紋銀板 透過紋理 來中和全屋的白色調 亦可以低調地帶出奢華感覺 業主的風格上 其實都偏向白色 簡約的東西為主 我們將中間帶出一些 urban的感覺 會比較硬的線條 所以我都會用圓角去修飾 在空間上 我用了些留白的方法去做人處理 例如沙發旁邊 兩邊旁邊 我都沒有擺茶几 或者是一些矮櫃等等 因為我們都想留一些空間 給業主購買自己想要的東西 或者放一些大型的收藏品 原來南戶主收藏了很多黑膠唱片 亦有不少畫作 大型雕刻品等等 所以一個有空間感的客飯廳 對於戶主來說就顯得非常之重要 不過對立臉 就是會少了收藏空間 入到來 我覺得收藏空間都不算特別多 主要都集中在這個位置 另外其實在一些鬼書位裏 都收藏了一些儲物空間 就是在這裏 這張弧形線條的包桌 絕對是客飯廳的焦點 除了成功把廚房拉出外 我覺得更加是一個 將廳區每一個獨立空間 連在一起的位置 對於我這個業主來說有很多不同的作用 第一 他不想有一張fix的餐桌 因為實際上只有兩個人居住 他亦希望有一個包桌 可以很chill地坐在那裏 可以做他自己想要的手空咖啡 或者是拿著電腦就可以進行辦公 我們亦想突顯那個位置 是一個屬於有不同用途的地方 所以我們都希望用一些線型的吊燈 細細支去遷就整個屋子的線條 如果是一個很fixure 很standard的類似那些 Dialing吊燈 其實就不太合適 原則由這裏進來就是一個緊處 都可以做到三邊的工作檯面 不過大家都應該可以想像到 如果放了雪櫃 其實空間又不會說真的好大 現在就轉了做開放式廚房 把雪櫃就退出了 所以整個感覺都寬敞很多 雖然這個開放式廚房 在空間佈局上套進去 但如果工作檯面放了些東西出來 很凌亂的話都會挺覺眼的 所以設計師就專門在電池爐旁邊 做了一個陷入式的層架 收了一些調味料 酒杯等等 又可以令到廚房網絡沒有更換 多一些層次感 原則這裏是有三間房 本身就在這裏有條走廊 走進去 不過現在因為上那個客飯廳 連開放式廚房的感覺可以同一點 所以設計師就把走廊 入房的位置搬過來 這個位置 其實這樣的調動 對於房內的空間配置都有幫助 大家試想像一下 如果房門在原先的走廊後開 就算打通所有房 都會保留原先的動線 睡床就只能放在窗台旁邊 勉強都做到沙邊落床 但通道就會窄些 而且做不到兩邊床頭櫃 就會沒有護主想要那種酒店式套房的感覺 而床尾呢 雖然有比較多的空間可以做衣櫃 又或者放其他的家具 但其實有些位置是浪費了 沒有充分利用到打通之後 所得到的133呎空間 相反新的布局 每一個位置都會是護主必經的動線 沒有多餘到 而且護主一起來的時候 還可以直望到綠油油的草地 和少量海景 房間都延續了淺色調 設計師特意訂造了 以灰色布藝設計的床頭版軟墊 又和回睡火的氛圍 但床配牆就捨棄了全屋用開的布紋場子 反而選擇了Pole 3D 打印的場子 我們篩選了不同的物料狀態 例如特色場子 例如特別色彩 意大利7等等 覺得性格比和顏色都未達乎要求 我們利用他們的3D 打印的效果 在我的角度來說相宜很多 因為始終都是一張長子 我們就需要注意本身的Pixel 即是解像度的度數 如果不是打印出來就會很模糊 第二件事就是 要與長子公司溝通 就是我們本身想要的顏色 與它打印出來的顏色 有沒有很大的落差 就會影響我們最終效果 設計師還專門燈在床旁 加索一盞特色的滲光燈 被護主晚上營造氛圍 由這裡轉入 就是醫務間和工作間 有大約66呎 不過其實原先這個位置 才是主人套房 由於分隔這個空間 和外面沈區的長身是結構長 拆不到 所以在先天條件上 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有利的環境 做一個比較隱蔽的醫務間 這個屋苑的另一個特點 就是每間房間都有一個很大的窗台 設計師都不想浪費了這個位置 於是就在上面加了木側台面 稍為擴闊一下 就成為一張書台 坐在這裡一陣 都真是幾舒服 尤其是下午陽光照進來的時候 不過我有個疑問 房間裡面這麼多櫃都做了白色 每天這樣被陽光照著 不會變黃嗎 以前我們如果做所謂的焗漆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機會 就是曬得多是會變黃的 但現在科技日新月異情況下 我們都很多不同的藍米 本身油漆那種技術 都進步了很多 所以這次我就真的用了一個 藍米的技術去噴塗了 在焗漆的門板表面上 和一些長板的表面上 會令到內用性和內用度都會提升很多 這裡就做了很多櫃 不過其實不說不說 這裡是隱藏了主人陶瓷 陶瓷和客廁一樣都不大 不過就有窗通風 為了省位 設計師都專門將地櫃做成梯形 讓裡面有更多的動動空間 單位就看完了 我想大家都會很想知道 究竟這樣的改動要用多少錢 整個裝修工程 就用了大概七十八萬五千元 花費得最多的是泥水工程和訂造家具 廣告時間 如果想看Premium物業 就馬上downloadSquarefoot的app 一定會找到你們的深水樓本和資訊 首都作為整個日出看城的第一期 景觀相對沒有那麼大優勢 都是以望流景為主 所以今次這個位置大單邊座數的單位 可以同時看到草地景和海景 已經是屬於屋苑裡面的優質盤 雖然首都有大概十四年的樓齡 但仍然有一定吸引力 始終價錢比新落城的奇數都相宜一些 又同樣都有有蓋行人天橋 接駁到商場和港鐵站 參考28house的網站 現在首都有大概三十個放盤 叫價由688萬起步 三房單位由850萬至930萬不等 價由12000多到13000多 不過在日出看城都要留意 由於每個屋苑的主要出入通道 都是連接唯一一個大型的購物商場 而商場是連接港鐵站 所以這裏無時無刻都很多人 大家出入時都要有個心理準備 我之前在其他室內設計影片的時候 都有說過其實我很喜歡煮食 所以入到這個單位 都被這個開放式廚房吸引了 因為網絡很闊落 而且當我邀請一群朋友上來的時候 大家的互動都會很好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這樣想 都可以在下面留意華幣資格 有機會獲得咖啡禮血 最後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就記得Like和Share